Derek 安安,我們來教英文 來,來,今天要教兩個字 但這兩個字有很多變化,第一個叫做 這個字叫做 set up 我把音樂關一下 OK,第一個字叫 set up set up 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看遊戲,你就會看到一個東西叫 setting 它就是設定的意思 那 set up 也是一樣 它就是設定的意思 譬如說你可以跟我,你可以跟姑姑說 姑姑, Can you set up the TV for me? Can you set up the PS4 for me? 你可以幫我把我的 PS4 組裝起來嗎? 因為我等一下要玩 Can you set up for me? Can you set it up for me? 所以你就可以這麼用 哈囉,台灣品 Glaba Toxic,對啊 我也不知道 set up,沒有叫 set up 不是 然後呢 set up就是可以這樣用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大家非常害怕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 跟妹要電話不害怕 妹拖光光在你面前 OK 你也 不害怕 要害怕的是什麼 要害怕的是仙人跳 仙人跳也可以叫一個 set up 就是他 對我落井下石 或他放陷阱給我跳 挖洞給我跳,有沒有 非常實用,挖洞給我跳 就叫 set up 怎麼用它呢?你可以說 You set me up 就是說,你陷害了我 你挖洞給我跳 OK 像常常啊 仔仔也會挖洞給仙皇跳 就是說 Chai Chai always set 仙皇 up 就是仔仔挖洞給仙皇跳的意思 知道嗎? 30,000 What? 30,000 What? A Louis Vuitton bag? A what? Chanel bag? I'm Worthy more than that Dude Alright 所以呢 安一個 安一個我現在教個英文 所以 set up 就是這個意思 set up 也可以是仙人跳的意思 OK So don't set me up 不要想要陷害我 就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剛剛 啊 四個人在下路的時候 那個就是一個set up 就是一個勸套 你們知道嗎? Do you know that? That was a set up Can you shower for me? 哈哈哈 我等一下 Can you shower for me? How can I shower for you? 幫你洗澡 I jump, you jump OK OK 就算雷我也願意陪伴在娘娘身邊 就算娘娘set me up 我也願意 只要娘娘肯開台 Oh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Thank you 有沒有 所以那個就是set up 就是你可以當作為設定 或者是 你也可以當作為是 有人設你圈套 偶爾你碰到仙人跳 也可以這麼用 OK You set me up 然後用的態度 就要很生氣 有沒有 你可以很生氣 You set me up You set me up 或是你也可以很冷靜 覺得 嘴巴有點微笑 好 You set me up I knew it OK 我已經知道了 You set me up Alright 好啦下一個單字 Yes It's a trap It's a trap 這時候女生問你 你覺得我最近胖嗎? 仔 你覺得我最近胖嗎? 欸 沒有回應耶 所以大家覺得我最近胖嗎? 你們就說 沒有啊 你心裡就想說完了 這次娘娘下的陷阱 你心裡就想說完了 這次娘娘下的陷阱 Please set me up OK set up 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叫做 我昨天晚上有教過這個字 可是夜間台教過 這個叫做 什麼胖 哪有胖啊 哪有 好啦 下一個字叫 move on move on 就叫你很傷心的時候 你跟男生 男女朋友分手的時候 OK You have to move on 你必須要往前走 move on 就是往前走 忘掉過去的意思 非常實用 這個字幾乎在 呃 美國的電影都會出現 move on 對嘛 那邊就很瘦 你在那邊 我都會瘦的 你看 我的 我的拇指 你們懂拇指 踢到 左腳的感受嗎 oh no 你想要把 啊啊啊啊啊 對不對 喔對 好痛 啊 啊 kicked her toe on the edge of people 我的拇指 啊 啊 no she's screaming 你們懂嗎 你們有試過嗎 好痛 就想要旁邊有人就發了 真的 我好想要掉眼淚 然後很想要就五個字的全部都發了 真的是最痛的那一種 好痛 我剛剛一個太激動一個滑 真的是一代一代 ok ok 所以 回復一下心情 我們必須要move on ok 我們必須要忘掉剛剛的傷痛 喔 那種感覺真的好痛 oh my god 對 對 不要哭了該move on了 沒錯 move on 就是向前走的意思 不要再 記住對方 我剛剛有一個哏 我要用我忘記了啦 ok you better move on 但是move on中很痛苦的 蛤 好難move on啊 有時候 一進來就看到我踢到桌腳 不要這樣子 桌子 桌腳沒有怎樣是我才要怎樣好嗎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那麼過分 壞 然後move on 我接下來用move move 有沒有一個move 來做幾個分解動作 okmove in 叫做搬進來的意思 如果你有搬家 ok 你搬家的話你可以說move in she just move in 她前天搬進來了 she moved in yesterday 她昨天搬進來 所以move in 你們已經學會move了嗎 那move in 就表示搬家搬進去一個地方 譬如說 you moved in to my heart 你搬進了我的心裡 you moved in to my heart 你不要一直破我的梗 她選一個b Miki hi R ui 欸你們真的有些人比較喜歡青春的我 有些人比較喜歡有 you know 美式的我 you moved in to my heart you moved in to my heart 你搬進了我的心 ok 所以搬進來就是這個意思 你可以做一些變化 那下一個呢也是一樣很簡單 move out 就是搬出去的意思 經常我們有in就要有out 難道 你們只會in 不會out嗎 等你們軟掉的時候 還是要out ok oh my god 8點 為什麼8點我在講這個 沒關係 一樣 ok 有in就有out in and out ok ok 所以呢 所以呢 好勞進 你們不要那麼不冷靜啦 move out 就叫搬出去的意思 ok 當你很傷心 please move out from my heart 你從我的心出 就是move out please move out from my heart 或是當然你也可以用 please move in move out from my body 從我的身體 move out 謝謝 thank you mukwai shai i rashaimase 好嗎 我教一下英文嘛 好嗎 對 我的英文就是這樣教你們的 你們很快就記得了 都不用背 很會 抽到我跟花花 我抽到獎品了 學我學我 學我 我抽中了嗎 真的嗎 世界上最辛苦的人是誰 答案是搬 為什麼 搬 進去又搬出來 哈哈哈 啊 這個是我的笑點 我喜歡 講 講呢 講什麼 講